用外送点了东山丫头 但吃到一半发现里面怎么有杂草 客人傻眼打给店家 想问清楚是什么情况 不只客人店家也好傻眼 想了想怀疑是外送员放的 店家指控外送员送餐时 在客人的餐点里面加路边杂草 还刻意放在中间 导致客人吃到一半才发现 店家在接到客人的反应之后 重新出餐 为了以防万一还亲自送过去 台中西屯这间东山丫头 店家怒控外送员 就会晚上把他们用心 准备的餐点多加料 吃到杂草好夸张 没有人能够接受 而第一时间这位外送员 还特意传讯息给客人说 店家制餐很不卫生 要客人去检举 让店家更加确信 外送员有问题 可是他有说 外送员有在他们这边点东西吃 那外送员在他们这边点的东西吃 然后又跟消费者传讯息说 这家的东西 卫生有问题 那也很怪啊 外送平台则表示 目前还没有联系上外送员 不能确定是否就是他放的 认为需要先了解情况 再做后续处置 节目的新闻旅政策理财台 中场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